冷的天但是高雄古山的哈马新街区反其道而行 今天下午举办了一场吃冰大赛 参赛队伍要在30分钟之内挑战吃下10人份的刹冰 比谁的速度比较快 游省队伍可以获得5000元奖金 让不少民众跃跃欲试 我们已经分完谁要先吃冰谁要吃料 寒冷的天气民众就算穿着羽绒衣后外套 也要来现场吃刹冰 高雄哈马新庙口10号下午举办吃刹冰比赛 大碗共一端上座现场的参赛民众迫不及待拿起大汤匙 大口大口的挖着冰就是要拿下冠军 10人份的刹冰满满满先淋上黑糖浆 上面再放满挡进水果 这么一大碗要挑战30分钟内吃完 其中有一个团体竟然8分钟就解决 时间还绰绰有余 吃完什么感觉 嘴巴麻掉了 什么 水泡麻掉了 水泡没有感觉了 现场参赛的人有大朋友也有小朋友 但还是以年轻人居多 因为获得优胜的队伍最高可以拿到5000元奖金 就算寒流来袭也阻挡不了民众的参赛决心 我们哈马新的一个代表 来到哈马新就要吃那个大碗公的冰 像今天早上又有打电话说他们要现场来报名 哈马新早期以鱼市场文化延伸出制冰厂和冰店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哈马新 特别举办吃病活动 也为这个寒冷的冬天增添不少热闹气氛 记得陈银轩柯淳浩高雄才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